我們看第15條 他說從1到15 取4個數 它相乘起來 乘起來之後它是8的倍數 有幾種區 我們把這15個數分裂 首先我們看偶數 偶數有幾個呢 2分15 取整數 2714 有7個偶數 這樣它就有多少呢 它就有8個偶數 8個偶數 偶數是2的0次方 就是它裡面沒有2的因數 沒有2的因數 然後7個偶數 我們來看看有幾個4的倍數 4、3、12 有3個4的倍數 有幾個呢 8的倍數 8分15 有1個 有1個8的倍數 有1個 2的3之方8的倍數 那8的倍數呢 也在裡面 所以這裡只有什麼呢 只有2個 2個齁 剛好含有4的倍數 8的倍數 把它扣掉 這裡的話 4的倍數也含在裡面 我就把它扣掉 剩下2的倍數 沒有4的倍數 7減3 4 2的1次方法 這個是基數 是屬於2的1次方法 那我現在就是說 取4個數相乘起來 一定要8的倍數 就是2的3次方法 那這樣的話 我們怎麼組合 我們就開始分類 首先呢 我就取一個呢 8的倍數 我就是8 C呢 1取1 其他隨便取 其他有幾個呢 8加4加2 總共14個 14個齁 我隨便取3個 好 再來這8個取完了 再來我們取什麼 取4的倍數 去的倍數 我可以取一個 可以取兩個 我 取一個 取一個以後 我再來取什麼呢 就4的倍數 我取一個 再來取2的倍數 2的倍數呢 我可以什麼呢 我可以取一個 至少要有一個 因為你4的倍數 取一個的話 剩下還有一個2的 還有一個2的 所以最少要取一個 C 4 取一個 或者是取兩個 或者是取三個 那如果這個是取一個的話 跟什麼 剩下兩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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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剩下兩個都要從8這裡取 從低數這邊取 says8取2 8取1 8取0 這是以大量 再來 再來我四的倍數有可能取兩個 我四的倍數我取兩個 四的倍數取兩個以後 就已經可以背八贈數了 其他我就可以隨便取了 其他的話 我就是八加四 十二個 十二個我就隨便取兩個 好 那這四的倍數取完了 再來我們要取什麼 取二的倍數 二的倍數你至少要取三個 至少要取三個 這樣的話才會是八的倍數 然後再來什麼 再來剩下一個就取幾數 八取一 或者是你四的倍數 二的倍數直接又取四個 那幾數就不取 好 這就把它全力插起來 這個等到什麼 三百六十四 這到什麼 一一二好 那這多少呢 六八四十八啊 這是四 這是一 好 這樣多少 這個就是 這裡有二嘛 二乘以多少呢 這是一一二加四十八 加四 164啊 那這個多少 這一 四二取二 六十六 這四八三十二 那這剛好是一啊 四取是一嘛 這也是一 那全部把它加起來 就是三六四加二乘以一六四 加六四六 加三十二加一 這樣多少 三六四 三六四齁 加二乘以一六四 加六十六 加三二加一 等於多少 七百九十一 我們答案是七百九十一 我們答案是七百九十一 謝謝